如何使用 HP Smart设定无线网路上的 HP Plus 印表机,适用于 Windows 10。 将 HP Plus 印表机完全打开包装后, 必须使用 HP Smart设定印表机才能列印。 若要成功设定并安装印表机, 请准备好下列材料与资讯。 执行最新版本的 Windows 10 电脑且连线至您要连线印表机的无线网路, 开启蓝牙,关闭 VPN。 若适用 HP Plus 印表机, 电源开启且处于 Wi-Fi 设定模式, 使用中的网级网路连线, 以及无线网路密码或金钥,如果您的网路需要。 在您的 Windows 10 电脑上, 前往 123.hp.com, 并依照提示在您的电脑上安装 HP Smart。 安装后,开启 HP Smart。 在欢迎画面上,选取接受全部, 以同意使用条款。 当显示设定新印表机画面时, 请确定 HP Plus 印表机电源已开启, 且处于无线设定模式。 HP Smart 仅侦测与 Windows 电脑连线至相同的网路或处于设定模式的印表机。 设定模式在您首次开启印表机电源时启动并持续两小时。 如果首次开启印表机电源后已超过两小时, 请重设印表机网路设定。 针对没有触控显示器的印表机, 若要重设印表机网路设定, 请按住资讯按钮三秒,然后松开按钮。 同时按下 Wi-Fi 与取消按钮。 释放按钮以还原设定模式。 针对具有触控显示器的印表机, 若要重设印表机网路设定, 请往下拨动以开启控制面板仪表板。 依次触碰齿轮图示、网路设定和还原网路设定。 在出现提示时,触碰是。 在您的印表机处于设定模式之后返回 Windows 10 电脑并选取设定新印表机。 HP Smart 将搜寻您的印表机。 当系统找到印表机时, 会显示在画面上选取设定。 注意,如果 HP Smart 应用程式无法找到您的印表机, 请确认印表机处于 Wi-Fi 设定模式,且装置设定均以以本视讯稍早部分的说明启用。 如果仍未找到印表机, 请重新启动 HP Smart 应用程式和印表机, 然后选取设定新印表机。 再次寻找您的印表机。 HP Smart 将确认它已准备好设定您的印表机。 选取继续。 HP Smart 将要求您提供 Wi-Fi 密码以存取您目前连线的无线网络。 必须连线至目前的网络, 才能继续设定您的印表机。 选取继续。 HP Smart 会开始将您的印表机连线至无线网络。 为了安全起见,您将需要确认您位于印表机附近。 出现提示时,请触碰印表机控制面板上闪烁的资讯按钮。 HP Smart 会确认系统将印表机连线至无线网络的完成时间。 选取继续。 如果出现适用于印表机的更新, HP Smart 将会自动下载并开始更新。 完成后,选取继续设定。 为了提供列印与云端服务, 会从您的印表机收集资料, 以同步 HP Smart 应用程式与 HP 账户。 选取继续。 您的 HP Plus 印表机随附选用的 Instant Ink 试用版。 按一下继续。 您的 HP Plus 印表机需要网络网络存取权、 HP 账户与原厂 HP 碳粉夹才能运作。 若要继续,请选取确认来同意这些需求。 随即显示 HP 账户注册页面,请填入资讯并选取建立账户以建立新的 HP 账户。 如果您已经拥有现有 HP 账户,请向下卷动并选取登入。 在下一页,输入您的电子邮件与密码,然后选取登入。 您的 HP Smart 账户协助您管理服务和已连接的印表机。 选取继续。 HP Smart 将使用您的 HP 账户注册 HP Plus 印表机。 您可以选择接受或略过 HP Plus 优惠,但是本视讯将继续接受该优惠。 选取继续以注册 Instant Ink 计划。 选择您惯用的计划,然后提供运送地址和账单详细资讯。 您的 HP Plus 订阅至此完成。 然后, HP Smart 会引导您按照剩余的提示完成印表机设定。 根据您的特定印表机机型,这些步骤可能会有所不同。 只需依照提供的提示完成程序,包括设定任何可用服务或软体。 HP Smart 会返回主画面,并显示您的印表机处于就绪状态。 现在可以开始列印了。 请记住,要保持有效的网机网络连线,以确保 HP Plus 印表机可正常运作,并仅使用 HP 原厂耗材。 按一下 YouTube 上的播放清单索引标签,可找到其他语言的 HP 视讯。 然后搜寻我们的频道,以找到官方 HP 支援视讯。 J nào? 这里面上传出来的太多物费员。 '